我打听她的大学同学在河南郑州搞销售 电话打通以后 我31块钱给她买了车票 把她送上火车 我说儿子别忘了 逢年过节给我来个电话 每年都时候我塞给她家里仅有的300块钱 没想到 这一走就是八年多 她因为炒股 借了十多个人的钱 全部赔光了 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来 我们看一下借条 哪个人我看 欠债名系 十一万两个最大的 六万三 五万五六万三 六千五千 然后这是统计的 然后这是其他的借条 我通过打工挣的钱 把儿子写出去的借条要回来 你每次还清一笔钱的时候 内心是什么感受 我只要把账户能还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我就有信念出去找儿子了 老太太真不容易 那这些钱您是怎么挣来的呢 怎么筹措的呢 卖房子 我把老伴留给我的五十七点四六平方 养老房 我卖了八万六千块钱 又把儿子准备结婚的婚房 已债十五万 退了保险将近四万块钱 这样是加起来二十七万八 房子卖了那您住哪儿 过去放自行车 放煤球的储藏室里 那剩下来的钱怎么办呢 去打工 那你那刷盘的希望一个月多少钱 三百块钱一个月 一天干十个半小时 那你扛得了吗 一天十多个小时 十多个小时 后来又托人找到医院里的看护 住院处看护职务人 我为什么看护职务人 当时在餐馆来三百 在那看护职务人时候 一个月是一千二百块钱 这样又加快了还款的速度 那个职务人一到这个咳嗽的时候 神的一团就容易滚下来 动物都要打得何况人 我怎么去熬这个业 想了一个办法 吃胡椒面 太辣嘴了 后来又吃那个干辣椒 全部用刀切的一袋一袋的 困急了就捏几片 困急了就捏几片 这个三方里口腔迷烂 吃饭都不能吃 最难最难干下来的 是给那个病人翻身 不翻身 他长了他那个皮 好容易长露 就干了就长露窗了 当时前几年 我的皮才九十多斤 可想而知 我就翻那个病人 要用多大的力气 十个手指 全部关节变形了 就是我翻那个病人 干了两年多的副理 每到今天 我的手这个十肢的关节 都专心的疼 在这么强度的工作当中 你有没有生病 你有没有扛不住的时候 有没有受伤的时候 因为眼睛不好 下雨天 从餐馆下边回家的路上 右腿骨摔伤了 到现在五年过去了 巴拉还在这儿 您觉得您委屈吗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这个债尽管不是我借的 既然开始接纳了 把儿子送走了 我就要替儿子把这个债务 扛到底